哈囉大家好,我是羽 今天要來開箱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叫做筋膜肌肉按摩槍 除此之外,我也會分享一下 這個按摩槍它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然後應該注意些什麼事情 我們這次開箱的這個按摩槍 它是漢林的SPG-606 然後外面有附一個收納箱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的價格只要999元 就是你可以在他們官網上面去購買 然後我先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會有說明書 然後還有按摩槍本體 那這個說明書上面有一些使用教學 到時候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我等一下也會大概講一下 有哪些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好,那這個就是他們的按摩槍本體了 這裡 它整個外面的烤漆做的還蠻不錯的 然後漢林SPG-606 那裡面有附非常多種的接頭 像這種圓頭的 這是圓頭的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把它一個一個拿出來好了 像這個是U型頭 然後這是圓頭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錐形頭 這個 這個 錐形頭 然後還有一個是平面型的 就是它是平的 另外呢 還有像是 氣墊型的 這個是軟的 氣墊型的 另外下面這裡還有一個是指壓型的 像手指頭在壓的那種感覺 指壓型的 所以它有這麼多的頭 那我們就把這個頭 直接 拿起來 然後 正面這裡有個洞 對不對 直接把它 插到底 好,這樣就進去了 然後 底下的部分 這裡可以充電 充電是用 他們USB 附在裡面這樣子 直接插上去充就可以了 那像它這個充電的話 大概一個小時半左右可以把它充飽 那至於能用多久 就看你用的力道 因為它可以調段數嘛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開關按下去 這樣就是第一段 然後這個地方就會前後震動 然後再按一下是第二段 接著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你當然越到後面它的段數就越高嘛 然後呢 這個東西 其實裡面有一些注意事項 你們到時候要看一下 因為它裡面是離電池 所以你大概 每個月 如果你都沒有在用的話 每個月要拿出來充電一次 好,避免它的離電池的電 放到完全沒有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隻的一個效果吧 好,那像我現在把它按下去啊 然後 它會震動嘛 可是你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快對不對 其實它真的還蠻快的 然後我們這個東西就是可以在我們的 肌肉群上面去用 比如說我這樣子用這邊 就可以看到我的這個肉類 慢慢的震動有沒有 OK 好,那這個東西啊 要跟大家先講一下 就是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取代所謂的物理治療 它只是單純你自己居家按摩放鬆而已 那你在放鬆的時候其實要注意幾個地方 首先第一個它是針對比較大面積的肌肉去做放鬆 好,比如說像我的手沒什麼肌肉啦 對,所以呢 這個一般來講 對我來講我可能就是 比如說大腿痠的時候 好,去放鬆一下 它是比較針對整片的肌肉 那像我們這種關節的地方就不太適合 所以它主要是針對肌肉的部分 或者是說 你有胸肌啊 然後你做完一些可能重訓或者是一些運動之後 你想要把那個地方的肌肉本來很緊繃 想把它放鬆 就可以用這個稍微去按摩一下 好,但是像我們的 比如說脖子啊 脊椎啊 或者是 關節處啊 這種骨頭比較多的地方 它就不適合 所以我們主要是用在肌肉上面 不是用在骨頭或關節上面 那另外也要講一下 有的人他可能會覺得說 我的哪裡痛啊什麼的 那其實你那個地方痛的話 表示它可能已經受傷了 那你就更不應該用這個東西 直接去針對痛的地方去按摩 那可能會讓它更嚴重 所以這個地方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已經有痛的情況啊 你要去找的是物理治療師或醫師 不要自己拿按摩槍亂用 那這個東西主要就是讓你做放鬆 也就是說你如果只是酸 沒有痛就是你可能只是 因為工作勞累啊 或什麼就是酸酸的啊 那你可以用這個去放鬆它一下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痛的話 記得就是找醫生 不要自己亂用這樣子 那像是我們 譬如說運動好了 我可能出去跑步 然後跑一跑之後 欸小腿的肌肉很痠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 適當的把它放鬆一下 比較不會造成說 第二天可能會特別的酸痛 因為你在跑完步之後 運動完之後 又把它稍微放鬆 這樣子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這個就是這種按摩槍 主要的功能啦 那因為像市售的按摩槍 我在大賣場看到其實都還蠻貴的 那這支999 我個人覺得是還蠻划算的 蠻便宜的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去他們官網稍微看一下 那喜歡的話就可以自己買這樣子 那這把按摩槍 我明天應該會帶回去送給我的爸媽 好讓他們在工作之後呢 可以放鬆一下 因為工作而緊繃的肌肉這樣子 也希望他們會喜歡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分享、訂閱 分享無損於己 有助他人 我是雨雨 我們下次見囉